音语中的时态是怎么回事呢 很简单 就是动作发生的时间和状态 时间可以分为现在过去将来 过去将来 状态可以分成一般进行完成以及完成进行 那么组合这些时间和状态 一共就可以形成音语中所有的16种时态 但是我目前考试考察的呢 主要是其中的8大时态 它也是通过谓语动词的变化来体现的 看下面的例子 一般现在时 I do my housework every day 我每天做家务 一般将来时 I will do my housework tomorrow 我明天会做家务 一般过去时 I did my housework yesterday 我昨天做家务了 现在进行时 I am doing my housework now 我现在正在做家务 过去进行时 I was doing my housework when you caught me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做家务 现在完成时 I have done my housework already 我已经做完家务了 过去完成时 I had done my housework before you caught me 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做完家务了 过去将来时 I said I would do my housework the next day 我说过我第二天会做家务的 你学会了吗 我不要这样做家务的 osre as